我們現在人在桃園火車站商圈附近 這裡是桃園區農會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在桃園火車站附近的商圈 這邊是永安路民族路的這附近 欸 王老師 又見面了 可是今天下著毛毛細雨 感覺有大事要發生 有好房子可以看是不是 老透天 透天現在都很貴 但是你加了一個老 看有沒有比較優質或優 比較優一點的價格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地方就是前面那個地方是民族路 對不對 民族路再往 往北一點 往北好像就是永安路了 然後前面這個也是這邊非常知名的指標的案子 叫做格里巴 所以這個區域基本上已經算是站前商圈 算內環了 三明路以內了 三明路以內算是以前正桃園核心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地方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它是桃園區的古倉 那邊有個米倉劇場有沒有 應該也是一個有一點像是文創的園區有沒有 這是米倉劇場 在這裡有寫 米倉劇場 我是不知道那個是在幹嘛啦 但是就是有一個園區就對了 那今天的房子就在這附近是不是 在這附近 好那我們就往前走囉 黃老師 你不是說要來看房子怎麼跑來看電腦 黃色的商標 好 殘坤耶 殘坤對面 殘坤對面你說那一條民族路 那一條核心街啦 就在那條巷子裡面 對 但是那條有一個缺點它是安行島 看起來只能從 如果是開車只能從另外一邊過來 對 這邊是進不去的 還好我們是用走路的可以進去 好那我們就直接過去囉 黃老師 你說是這一間 對 那這一台貨車是你的嗎 哈哈 停在我們 門前啊 證明一件事 面寬夠寬 面寬夠寬 欸 這個是三噸半的耶 對 三噸半的 三噸半的貨車直接停了剛剛好 我們還可以從那邊進出耶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地理位置 這條叫建興街 那前面呢 它就是民族路 那這一邊 往那邊走 就是三明路 所以它剛好在民族路跟三明路的中間 所以 這邊是民族路 比較靠民族路走出去 大概二十公尺左右 所以大概兩戶啦 第三間就是這一間了 它是一個透天 但是 它也可以當店面耶 剛好這進來很近 可以當店面 然後目前看起來 看一下 前面有一個地方可以放摩托車 或者是汽車 進來 喔 這是 這個已經都掉下來了 很久沒住人了 很久沒住人了 污水排水道 污水排水道 等於說它的化分子有接污水下水道 都已經做好 都已經做好 一樓的部分呢 其實這樣子的大小要開餐廳 好像也是可以 就是旁邊有一些 我看有一些店 小吃店也蠻多 這做小吃應該是OK的 然後一樓有一個 這是梯下的儲藏室 這是一個樓梯嘛 樓梯是這樣子下來 所以它這邊有個梯下的儲藏室 儲藏空間 那當然這個你要怎麼規劃都可以 或者是你要規劃成住家也可以 前面也可以停車 然後也可以停很多台摩托車 那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親戚 他們家就是買這種 它那個應該也是四五十年的老房子 透天 也是連動 然後它整個裝潢下來 就變得非常的漂亮 大概花個一點錢 應該花一點大錢 花一點錢 弄起來整間就變得跟新的一樣 再來就是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面寬真的非常寬 這個面寬應該有 1 2 3 4 5 6 7 這個應該是80 這個比較寬 應該至少算80 87 56 大概5 6米左右的面寬 所以它的寬度非常寬 你要做生意應該是蠻不錯 但1樓的廚房水區的部分 它現在全部拆掉 就是這個地方 那後面有一個 類似消防通道 因為外面下雨 我們就不出去 它可能這邊有重新做過 你看這個 因為桃園現在應該都做污水下水道 我們看 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已經處理過 所以你會覺得這一區比較新一點 那有一個對外窗 大概目前是這樣 2樓可以上去嗎 現在有住人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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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上去 你看這地板的馬賽克船 很復古耶 看起來有歷史感 2樓的部分 它就是 哎呦 電影都沒有了 大概是這樣子 我看一下 這個畫面還可以嗎 這個可以來拍那種時代劇 從這邊看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天花板也都是很復古的一個樣式 這個都是木板 我們趁王老師在研究的時候 我們先看一下 那這邊有一個 有點像走廊的地方 那以前有一些房子 它這邊樓梯上來 就從這邊進來 然後就是從前陽台進出的那一種 這個是單純的陽台 那2樓看起來應該就有三間房間 這個都實木的耶 真材實料 這個建議還是處理掉 因為這個如果一發生火災 就整個都燒掉 所以現在比較少人這樣做 然後我們進來看第一間房間 這一間是有採光的 它有受光面 大概是 這個還不是油漆上去 還有絨布 細節做很多好不好 你們要看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這怎麼開 這不是櫃子 它是假的 是不是 是不是隔壁也是這樣 應該像貴的 它這個做一個假牆 一邊像那邊 這個應該是木頭隔間的 我想說怎麼都開不了 這邊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 這一間也蠻大間的 其實它的空間應該 這種老房子空間應該都還不錯 然後一般我們看到這種走道都會很小 你看它走到這麼寬 走道應該有兩米 其實買的一定要全部弄 但是它有條件做電梯 這可以做電梯 好那我們看這一間 這一間就暗房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它做了一個向內的窗戶 所以它廚房是坐在二樓 好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所以它這二樓等於是 嚴格來講應該是兩間房間 再加一個廚房 廚房在這兒 是這樣子 我覺得很奇怪 它這邊門又有一個門鎖起來 所以會不會一樓跟二樓是租給人家 有可能 店面 然後二樓是它的 呃可能 員工宿舍或者是什麼 那這邊才是 它的住家 下面租給人家 然後上面自己住 然後廁所 然後上去是自己 就是 不然如果都是自己一個人 自己的怎麼可能那麼多門 進進出出都是門 那這一間就是廚房 那你如果是要當住家的話 一樓客餐廳廚房都在一樓 那二樓就可以 這邊就可以做三間房間 這三間都可以做成房間 看你怎麼規劃 那也可以一樓全部租給人家 二樓全部就是變成 自用 那自用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門禁 那這邊全部敲掉 變成一個大客廳也可以 然後大廚房大餐廳 就是整層變成一個客餐廳 一樓出租給人家 然後廁所部分這也是新的了 這比較新的但不是全新 這都有用過 大概是這樣 然後三樓的部分 王老師先幫我們去探路 他知道我怕 他知道我怕黑 他已經在幫我開燈了 三樓上來 他是兩間房間 這間超大 這間真的很大間 這簡直比人家那種韻律教室 這間也是 他這規劃格局真的很有趣 他每個樓梯都有做門 然後廁所 廁所應該也都是重新做 這也是跟樓下一樣 也是比較新一點的 上面還有嗎 屋凸 屋凸 所以應該是屬於四間房間 再加上一樓 是這樣子 還有一間倉庫 還有一間倉庫 這應該是 頂樓加蓋 還有做廁所 還有做廁所 對他使用面積相當大 這以前應該都租給人家 當倉庫 當宿舍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應該 自己住應該不會想住這裡 王老師想住這裡 這晚上睡覺 像現在下雨天 因為他這個等於是 整個是鐵皮 對對對 那不會叮叮叮叮叮叮 這怎麼睡覺 老實講 我是不怕爬 但是現在很多人 就是 只要稍微爬一下樓梯 好像透天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或者是 我們認知到的很多透天 他都是沒有電梯的 但是 很多人這樣好像 沒有電梯 覺得他不是透天 奇怪 因為現在的 因為現在的那個 應該講說現在的物價都非常貴 所以現在的電梯透天的坪數都做的不大 主要控制總價 主要控制總價 現在 比較多的電梯透天 大部分都是在什麼觀音 信屋 大園 然後有的坪數都在60坪以下 60坪以下 電梯 所以等於說 你說這個可以有條件做電梯的意思是說 如果沒有辦法坐電梯的透天 那就不要買 是這意思嗎 不是說 現在很多人買 比如說預算沒那麼高 可是他想買 有透天 有電梯的 那買老房子還加裝可以 像現在我們前面這個是一個露台 大概目前是這樣 那這個房子就 王老師剛講的 你也可以裝電梯 但也可以不用 我是覺得 就是 都花那麼多錢去上健身房 結果連樓梯都不願意走 有老人家的房子 如果說老人家老到那個程度 連走個樓梯都有問題的話 那我覺得 住社區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老人家 比如說像我們那社區 至少他一樓或者是頂樓 他還有個地方可以走動 那你住透天 除非你連樓梯都沒辦法走 你有可能跑到附近的公園去嗎 那更不行啊 透天住習慣 就是他喜歡一家子全部住在一起 一家子全部住在一起 真的很狂 那這個房子目前看下來是有四間房間 但一樓我們還沒算 一樓可能是當店面使用 或公司行號 二樓有兩間房間 一個餐廳 一個廚房 三樓有兩間房間 兩間都超大間的 所以你要把它再多格個什麼出來 其實敲掉重弄都不是問題 這全部都木頭隔間 然後頂樓這一個我不能把它算成一個房間 因為他是頂家的 以前可能就是老房子都有做這個鬼皮屋 所以我們這個嚴格來講 應該算是四房 然後兩廳 一樓還有一個店面 這樣子的一個格局 然後這個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房間 那看你怎麼利用 通常是當儲藏室 你把小孩丟來這裡 有點殘忍 那我們好好來分享一下這個房子 這房子就在我們的 這是屬於民族路 民族路的商圈這邊 民族路商圈已經算是暫前商圈了 在環內三明路的環內都算是暫前商圈 那這樣子的房子 地理位置算是非常好的一個機能型的 但是因為它比較屬於老區 有些人不是這麼喜歡老區的一個街庫 但是老區也有一些新房子 我們看那邊 那一個也算是當時開得非常貴的一個 那個房子 那叫什麼忘記 當時我們也有去看 那就蓋得很漂亮 那個設計也賣得很貴 那這個房子是老房子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室內的空間使用非常大 分享一下這個房子的資訊 土地幾坪 土地20 20 20怎麼感覺很大減 蓋到好蓋到滿 然後車位任你停 這樣那一樓如果說不做成店面 或者不自住的話 你其實可以把它做成車庫 就看你要怎麼弄 請設計師來幫你規劃 然後做成車庫 儲藏室 或者是一樓做一個會客室 我覺得對這個房子大小來做 都非常簡單 那土地20坪 那建屋建屏 54.5坪 54.5坪 大概55坪左右的一個建屏 然後應該是三層樓 這邊已經到四樓了 三層樓的一個透天 四間房間 這樣子 屋主看價多少錢 1728 1728 如果說我們一樓不做店面 那前面那邊可以停 然後旗樓 這樣可以停很多台 然後室內 那邊至少可以再停個兩三台 可以嗎 可以喔 可能可以停個三台喔 所以這樣子 連前面那個可以停四台車 爽停四台車的透天 但是要加老透天 老透天 那看你自己規劃 然後這我自己 就是這一段 這個時間幾分鐘這樣看下來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考慮的是 這個房子買下來 我還要再花多少錢去整 我覺得房子對我來講不是重點 不是有些人說這房子太老 地理位置或怎麼樣 其實地點是看個人 然後房子老不老 我覺得看他維護 看起來應該附近也都是這個樣子 只是說買下來 他還要再花一些錢來做 重新整理 那這個錢你能不能接受 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他整理下來 肯定也會很漂亮 因為我看過太多案例了 所以如果你對這房子有興趣 歡迎跟王老師聯絡 右下方有他的聯絡方式 直接到現場來看這個空間隔絕 地理位置 喜不喜歡 機能適不適合你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要的分享你買房心得 或者是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聯絡 第一則留言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脫瘦的也歡迎找王老師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打招呼 我們下次見 都見到 你們下方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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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